这个来自于广东,身高1米80,体重85公斤 小自然功课非常的好 他的速球呢,这个急速能够来到136公里 这边我们看到核心选择攻击第一球 那个叫高飞球 虽然这个在空中停动时间有点长啊 有对手处理起来还是没什么问题 另外小自然呢,还有一颗非常极品的变速球 提醒队友,一抽局 第一球又是抢了一个好交手的领先 再来,打击轮到第二棒,范益川 今天的一代手 上去打击应该是 右外方向去粘打 范益川球看的还是很清楚,相对比较好选一些 小自然呢,也是05年出身的 也算是这个DC当中的,稍微年长的一些学员了 范益川球应该是有被骗到啊 自己也知道灰帮够伴,没收住 这样的话,不说再传一类,完成了这个三阵 两出局了 看一下,这是此前 王英轩的一个三点方向的滚地球 准备,打击轮到了 V号,22号 这球又是一个内队滚地球 但是这球应该来不及处理了 三点手机到以后,川英来不及了 这个就是苏生的运气不错 打的并不是很强劲 但却是一根内队滚地球 内队滚地球 内队滚打 技术上一支内队滚打 两出局一类有人 打击轮到了郭汉城 今天两次打击都没有安打 一个三阵,一个三点方向的滚地球 选择先制一下一类 嗯,七宝 从二来 奥特,漂亮 这次我们看到 捕手的组杀做得非常地精彩 好 那这个比赛 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规则 就是保守教练呢,可以在比赛的过程中呢 再去增加一个出局数 一般来说三出局就要交换场地了 保守教练希望能够把这个打击延续下去 就是到里出局没问题 把这个打击给打完 在场上依然是郭汉城 有一队内赛确实也是 在去考量打者的同时 也在去考量投手的一个情况 真的要求一段被挤压到了 谁来接 一定是来处理 没问题 这个判局